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香港是差到两分 你有没有见过经常给我两分吗 我试过零分也试过 两分?multiple choice 我都是撞对两题 很大问题 认为哪有人可以读到的 但是我去到英国 马上很高分 我认为科学书A 原来是很容易的 当你讲逻辑给别人听的时候 他们教科学书的方法是有原因的 是一个很理解的东西 因为这样 所以这样 那你就明白了 但是在香港的时候 我记得是黑板写完的方法 记住吧 麻烦 怎会明白 我听你这样说 你似乎在英国的经验是快乐的 你完全是 快乐 很快乐 我经常发梦都会发回以前 Borning School的时候 你也会读Borning School 在Devon 你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组音乐队 有 其实去到英国 我为什么选英国 是因为很喜欢英国当时的东西音乐 对 Duran Duran 我很喜欢Duran Duran 有两个选择澳洲和英国 几大是英国 澳洲那么老头 只要他这样想 去了之后 其实开始学音乐或者玩音乐 都在英国寄宿下 你是不是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已经认得莫文蔚和CY Kong 是的 大学 去到大学的时候才认识他们 CY Kong也是Symbola 但是那时候又在香港不认识 去到就认识了 一起有甲乐队 是的 那时候都差不多是大学第二 三年级了 差不多都读完回来 莫文蔚和你唱过一些示范的歌曲 在英国陆寄回来香港 而被人上识的 是不是这样 那次算是 但我们之前 我和CY做很多歌 那时候我们唱 难听的 不可以 我认识了莫文蔚 唱得这么好听 全部什么歌都叫他唱 那 寄回来香港 那些人欣赏他的声音而已 不欣赏我们的歌 是的 就是签给他做歌手 是的 没错 没错 那时候 那时候的莫文蔚和现在的莫文蔚有什么大分别 不知道 就是 你没有追求过他 没有没有没有 唱歌聪明了 我觉得他入了行之后 唱歌聪明了很多 入了这么久 不聪明了就很糟 那他是有功能的 就是有功能 而现在多了经验 那就唱得越来 好 你在英国读大学的时候 是读哪一科的 SILVER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 你这么喜欢音乐 为什么不选择音乐 因为从小到大 没有很正式地学过音乐 所以 那时候也没有想过会做音乐 最初当然是正正经经 做一些正经的东西 爸爸给你这么多钱去读书 你搞音乐 你不想死吗 那就选择土木工程 你觉得音乐 我最想 如果正路读书 我自己很想读architecture 我自己 建筑 没错 但是当我选择科的时候 心就已经有点去到音乐 在英国读建筑 即使是要 至少七、八年 所以那时候很惊讶 我想回来试试做音乐 那我手手读三年 Degree就算了 那就选了SILVER ENGINEERING 你应该是未读完 在英国还在读书的时候 已经在从事音乐创作工作 有的 是吗 还有跟阿占叔有点关系 是的 你跟阿占叔的渊源是怎么开始的呢 其实那个渊源是我 我跟林烟尼的儿子 到今时今日也是 我们认识到现在也是 那时候他有时住在家 有时就会去妈妈那里住 妈妈那时候跟占叔住 所以那时候已经是uncle 我经常去家玩 去家睡 那时候已经开始认识了 阿占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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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知道你对音乐很有兴趣了 我想很小就认识了 其实很小就认识了 到了我也是 去了英国读书开始 我有自己弄一些歌 那就会给他听 给他给意见 他教你了 会的 是的 开始教我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那就会给我意见 那到我大学的时候 我开始做一些东西 是去到一个水准的时候 他就叫我 不如一起去帮他做点 你第一个做的电影配乐是什么 王飞鸿少主 做电影配乐和做创作歌曲的音乐 是两个不同的工作 其实你自己喜欢哪一样 我当然喜欢创作歌曲 最喜欢是写流行曲 因为自己听的 多数都是听外国的流行曲 但是做电影配乐 也学习了很多东西 学习了音乐的功用是什么 那些东西是 占叔教了我很多 所以有了起步点 我觉得是对写流行曲 也很有帮助 你公开认过 王占先生 占叔是你半个爸爸 为什么有这么深的感情 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对我最大的影响是 给我机会 和他很公平地对待我 这件事是我很感受的 很多时候我听别人说 你跟过师傅 什么都是你做的 你不会有资金 尤其是以前那一代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每个音乐大师都 一帮帮他做事 但是出名是出那个人的名字 占叔由头顺利也不是这样 我有联系什么 他都给我应有的资金 还有钱也是一个很公平的资金 其实要别人给你机会 你应该是很难的 能给你来 还要厚待你 我觉得真的很感激 我跟他又不是有缺人关系 有很多事情他真的很帮我 那时候可能我花了钱 买了东西 没钱的时候 我预知给你 还没有下部戏做 但他都会预知钱给我 那你说像不像本个爸爸 尖缩到后期患了病 知道患了绝症 你知不知道 他没有说 我是真的 出事的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他有个这么严重的病 他是不忠心和别人说这些 你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没有 我自己最遗憾的 这件事 其实《顾虚基》那首《爱得太迟》 其实都是我和林直的同感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占叔 我们两个都和占叔很关闭 但是当你自己忙的时候 有时你忘记了身边的人 所以到有事的时候 然后发现自己 我九个月没有见过 那是否搞错 你忘记了你的亲人 他算是亲人 所以林直写这首歌 也是其中一个大家感同身受的 你要花时间给你爱的人 如果不是 就当太迟的时候 你没得翻出来 你会很遗憾 来说回你入行做音乐 那你读完书 毕业了之后 回到来 是不是立刻就加入音乐界 是啊 立刻的 但是最初是派到乌鹰 说加入而已 但是都等了很久的机会 最初可能 都不停给很多歌 给一些监制听 看看他们用不用 结果加不久才有一只用 那时候自己写得不够好 当时会有少许怀才不语 你们不懂相片 自己想起来 你还有没有存回以前那些 我记得 你记得 有没有记得 人家当然不想 这么难听 现在自己听起来 都觉得很难听 当然 不是一首好的流行曲 你自己用来自如 但是不是用来公诸于世的东西 你第一步正式起步 可以说 找到一个工作 在唱片界 在音乐界 是哪一份工作 就是华法高 华法高聘请我去 当时在华纳唱片公司 做一个ANR的人 ANR我们英文叫 Artisan Repertoire 这个职位很主要 是啊 歌手唱什么歌 但是他当时 我所知 他觉得 我有一个年轻人的理想 有年轻人的心意 所以我虽然完全没有经验 但是他觉得 应该是请一个完全是新鲜的人 来做这个职位 是谁介绍你给华法高聘的 我记得当时 其实也跟占叔有关 因为占叔就写了一首歌给马俊韦 那时他就叫我做个编曲 和监管他唱歌 就是看他马俊韦唱歌 马俊韦当时是华纳的艺术 而华纳当时 现在也是跟我们同事 一个Sam Sam刚 他看到我做事 整件事是怎么样 他就告诉Paco 我认识了我这样的年轻人 就见Paco 他就请了我 第一次见Paco 王帕高给你的印象是怎么样 我以为他很老 他不是那么老 我小时候还没入行 我已经认识王帕高 每人都认识 多谢Paco 几十年前都已经说到现在 多谢Paco 那时我以为很老 原来不是 我入行的时候要四十多岁 帮他打工开始 以为他很老 原来是白豆花 其实他不是那么老 你真的有没有试过监制一些歌手 可以说是五音不全 当然有 有人说邓丽欣 有一个别名叫邓走音 那他录音的时候会不会都走音 会不会反过来 现场唱得好的录音一定可以 惠蘭 他是唱Live 好听一点的 我和你介绍下 你来的这道菜 是核桃薄荷酱烤药架 这个好吃 这个要让你慢慢吃 嗯 这一份是枝豆茄子千层面 现在不是什么餐厅都有齋菜簿 大部分都有的 其实基本上每一间店 十几年前已经开始了 十几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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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不吃呢 因为信粉 嗯 我信天主教的 嗯 你进了华纳 做的第一张碟是哪一张 其实最开始进去 Parker都未敢让我做一个监制 虽然我自己是 最想做写歌 编曲监制 嗯 最开始都是 行行企企 行企企 是要跟到productions上的东西 就是可能schedule 嗯 嗯 钱啊 budget啊 那些东西 直到 张伟健 出唱片 再出唱片 那时候他就 给我去试 180度 没错 就去监制一张唱片 怎么样 那次的经验 卖不卖得 嗯 那次卖得就不是很卖得 但是我 我知道有一个好的后悲 譬如电台啊 甚至乎一些乐评啊 都觉得 张伟健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 音乐空间 阔了 你觉得张伟健唱歌好不好 ok的 就是ok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唱歌 没有说好还是不好 是他那个人唱那首歌 合不合听 合什么人听 就是每个人的 taste很不同 就是我喜欢这个人 听这个人唱歌 我未必喜欢那个人 你可能喜欢那个人 不喜欢这个 那其实就是每一个歌手 是在服务不同的听众 但是你真的有没有试过监制一些歌手 可以说的就是五音不全 当然有了 有有有有 那怎么做呢 那就是 都要做的 是不是 就是 想方法 为什么五音不全都可以做歌手 不知道呢 可能老板觉得他漂亮 就是做一个偶像是可以吧 不是我决定的 我不是老板 你不抗拒做这件事的 现在会抗拒 就是以前就没得选择 现在漂亮可以选择 不是 以前是 你觉得那个 都是一件挑战的事情 就是 明知那些都知道 那些都不懂唱歌 但是出来 也可以 听得下 就是觉得 我好吗 你不懂唱歌 我也搞定 就是以前年轻会这样 但是现在就是 做下去了 就是希望是 我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有水准的事情 就是 导致花时间去做这些 有水准的事情 而不是去 这样去挑战自己 有人说 邓丽欣 有一个别名叫邓走音 那真是唱现场都试过 有人听到的走音 那他录音的时候 会不会也有走音 我真的坦白说 不是说他是我公司的人 你帮我说话 他在录音室里面 是挺稳定的 录音室 因为我想 其实 其实唱歌 是很重要的 你自己听不听到 自己唱什么 在录音室里 我们的语统 我们会教导 这些因素 其实对每一个歌手 最重要是听得音乐很清楚 听到自己很清楚 歌声的声音和音乐 吃不吃 去嫌疑投入感情 这件事 录音室一定会做得很好 当每个歌手录音 有时候 但是 Live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说 香港做Live sound 聪明的人 很多 很多时候 都是 歌手未必听到自己唱 当你听得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走 甚至乎 如果他听得不好 他也会唱得不好 他会很紧张 你一定要教好我的声音 他可能会经验 Staffy 他未必知道 这件事 对自己的表演 是最重要的事情 会很惨的 是 做一个这样的表演 当然 但是每个人都要经过一些难关 哪有人越来越那么顺利 你做过这么多的歌手 谁对你来说挑战性最大 挑战性最大 对 你刚刚说挑战性很大的 林契年挑战性很大的 他走音 他不是走音 你唱得太聪明 和他录音是很好玩 因为我每次踢 我都没有想到做事 在陶醉他的歌声里面 每个踢都可以出街 一踢 但是 他也不会这样摆扭 每次 每个踢都想尝试一些不同的感觉 不同的唱法 那我们唱一首歌 20条唱20条都是可以出街的 但是要我选 把这20条变成一条最好的 其实有时候都挺难选的 当你全部都是放在你面前 都是好的东西 哪样好一些呢 那是不容易的 而且他也有他的要求 我的要求 有时候未必跟他一样 大家去做一个compromise 都是一个challenge 我觉得 会不会有些歌手 录音很好 但是唱现场真的不行 会有的 我想主要是新一些 因为我刚才说过 那个陆金色的环境是不同 不同 但是现场的平衡 你自己估计不到 接着画台的人的反应是如何 你又要走位 对不对 就是唱歌 你不是这样站定唱 你要有台风 或者要跟客户沟通的时候 你经验不够 是不容易做得好 会不会反过来 现场唱得好的 录音一定可以 也都未必 因为现场唱歌 不只是听一把声 你有一个facial 就是你看到一个人 有很多时候 他的performance 已经吸引了你 你不是在计算是否唱得很有感情 总之整件事 好看 很有impact 那就已经是好的一个performance 但是唱歌 你入录音室 其实只是听你的声音 你没有其他东西来 来搭救 帮你表达你的情绪 所以未必是唱live 你们觉得好听的 录音是好听的 有哪个你做过的歌手 唱现场是很好 但是录音是难做的 惠蘭呢? 惠蘭呢? 惠蘭她是 我觉得她 虽然她唱碟都已经很好听 但是我觉得她 她是唱live 暂时还是好听一点的 我想她因为 主要我觉得 反而是中文的问题 她出来唱得live 唱那首歌 她已经是录了的了 她已经是很熟 那么大的录音室 她很多时候还在学着 那首歌怎么唱 中文字怎么咬 又要咬得准 又要有感情 所以她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是 这一刻唱live 可能比唱片更好听 因为她熟 你讲到惠蘭 惠蘭是否你发掘出来的? 可以这么说 在哪里找的? 在哪里找的? 其实是 因为我做唱片 我很多时候要找和音 我又不是很喜欢找 整天唱开那些 我想找一些 把声更新鲜 没听过的人去唱和音 那做哪一首歌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做哪一首歌 总之就是 当时我需要一把女声 那就是 我录音室的工程师说 之前有个女孩 帮Jan Lam唱过一首歌 即Jan Lam表里面唱过一首歌 那个唱得挺好的 那我拿了kortek 就叫了她来 去帮我唱那首歌 我听过 那当然是好 那当然是好 那你不应该唱和音 就是这样开始了 就是因为这样 那韦斯呢? 韦斯就是之后的 就是我们知道了有韦兰 咦? 一样的 又唱得过 但是这个是 好像wild一些 那你想想 签完怎样行 第二间公司签了 就跟你 翻版 对坑 当然要签完 但是我们签了之后 就觉得两个音乐路线 是很不同 他们的性格是很不同 那应该是他们 就是做的歌 都是很不同的 Mark和黎明多年来合作无间 到今天成为资深好友 当中需要多大的信任 你和黎明合作了这么久 他会不会有什么事 都会跟你谈的? 会的 那你有没有劝他快点结婚? 他其实是很想有头家的 有些人说 和黎明聊天 说他说话很圆 你不太明白他说什么 是否真的 就是只有我明白 既然Mark一手发挖的陈慧琳和泽田 都能够一炮而红 背后有什么成功的因素呢? 凯莉陈慧琳 算不算是由你一手捧红的女歌手? 你第一眼见到陈慧琳和凯莉的时候 只是看样子 是不是已经觉得 样貌已经抢了分? 当然了 到现在有谁比他漂亮? 则田 你第一次把他推介给 Parker的时候 他也有点缺步 他出来 把帽子永远都带着这个形象 是否都是你建议给他的? 其实这个是唯一他人的保护罩 有香港音乐教父之称的他 多次被指抄歌 他怎么看外间的批评呢? 曾经有乐坛的人批评过 雷仲德是翻版王 他有很多歌抄杂 我会觉得很奇怪 他用了那个声音 我就不可以用那个声音了吗? 看到有些 那不是我作的 你都放在我的桌子上 下一集 继续走进雷仲德的音乐之路